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要來快速開箱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個行車記錄器 這就是我們的大通C52 那這是我們在網路上找到一個最便宜的行車記錄器 而且是有看過的品牌 那行車記錄器當然就是出事的時候可以用 但是你沒有出事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一直錄的攝影機 你根本不會去理它 所以呢 你只要在出事的時候 可以看到清晰的影像就好 這就是行車記錄器的用途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OK 這就是我們的行車記錄器 超小的 超級迷你 那這行車記錄器有附給你一張16GB的MicroSD卡 OK 那盒子裡面還有一本說明書 還有一個貼在玻璃上的貼片 它不是用吸盤的 還蠻特別的 它是貼片 然後還有一個我們的變壓器 就是插在車充的變壓器 最後還有一個小小的原台 你就可以來控制你的行車記錄器的角度 那這就是盒子裡面所有的東西 那接下來我們就深入使用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優缺點啊 然後到底好不好之類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行車記錄器的片段 那我們早上的部分呢 我覺得都還蠻清晰的 我們車子隔一個車道的車輛 我們都可以清楚看到它的車牌是什麼 那如果路大一點的話 車子隔兩個車道以上 我們的車牌就幾乎沒有辦法辨識 因為這一台行車記錄器只有Full HD而已 但是早上的部分 如果是對向車道來車的話 其實車牌也是看不清楚的 因為我們的車速兩台的相差就快要60公里 如果在平面正常的道路上面的話 那順向車道就真的是沒有什麼問題 都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晰 那我也想了一下說 行車記錄器到底要拍得怎麼樣的品質才算OK呢 那我得出的結論是 那如果你不幸的發生車禍 那我們車輛跟車輛的距離 其實非常非常的接近 我們只要在近距離可以辨識車牌就可以 那隔兩個車道或三個車道 那其實根本沒有什麼用 那我們稍微做一個結論 早上白天的畫面的話 跟我們同一個方向的車道 那我們拍攝的車牌都是非常清晰的 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我們逆向車道就開始有一點問題 就是它的動態模糊稍微有點太強了 所以我們的車牌辨識會稍微有點困難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比較昏暗的畫面 像是在停車場裡面 讓我自己覺得這一台行車記錄器 稍微拍攝的有點太亮了 而且是沒有設定可以去把曝光調低的 那這台行車記錄器 為了拍攝比較明亮的影像 讓快門降低了許多 讓夜間行駛的車輛 車牌非常困難辨識 因為車牌就呈現一個超級模糊的狀態 你什麼數字什麼英文字母都看不到 那這個問題我就覺得稍微有一點嚴重了 因為你連順向車道 自己同一個方向的車道 你都已經看不太清楚它的車牌了 那如果是逆向車道 整個就是模糊到不行 完全看不到車牌是什麼 那我剛剛講的這台行車記錄器 晚上曝光的部分稍微有一點太亮 像是在晚上的時候 如果有車燈照射到車牌 那個車牌就會變超級超級亮 那讓我們的整個車牌過曝 讓我們的車牌完全沒有辦法辨識 整個是死白的狀態 讓這台行車記錄器在晚上的時候 幾乎是沒有辦法使用了 你連超級近距離的車子開過去 你也看不到它的車牌 那我也不知道這個行車記錄器 到底要幹什麼了 如果他們可以修正它的曝光 讓我們的動態模糊不會這麼多的話 那我可能還蠻推薦這個超便宜行車記錄器的 但目前我在拍攝這個影片的時候 這些事情是還沒有發生的 所以我們就只能看到夜間超級模糊的影像 OK 這是我們的大通C52的行車記錄器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按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